Hello大家好,这里是皮皮的足球游戏周一国际服务已经来了更新,然后让我们火溯来看一下 首先我上周四已经预告过了,就是说大家如果看了那个大众评球的那个一甲包的精选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周一肯定出的是一甲防守包 当时我就说应该出的就是巴雷西、麦孔和坎德拉这三张卡,果然出的也是这三张卡 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强度,首先巴雷西的数据肯定是相当相当相当爆炸的 如果大家去大众评球加点就会发现这个四房就除了积极性 其他三个好像就是拉满的,除了积极性其他三个都能拉满 然后速度呢也能上80,然后身体呢也是80大几吧 80大几,也没有8,然后各方面的数据也是相当好的 然后加的是防守意识产球,加速和跳起 尤其是加跳起,其实对一个矮中卫来说还是相当的够用吧 至于巴雷西到底最后的实战表现如何 这个还要看抽到卡之后的实际的情况 但是巴雷西光看数据的话绝对是非常炸裂的 但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本期大奖一定不是巴雷西 目前来看的话,第一个麦孔 这张麦孔呢,首先如果大家去大众评球加麦孔的数值 就会发现这张麦孔的四防是可以都上80的 前几张麦孔尤其是防守啊,麦孔的防守意识啊 包括这个积极性啊什么之类的给的都很低啊 之前几张麦孔基本上可能就只有防守参与度能上80 其他的加了加八九点可能就是七四七五这个水平啊 这张麦孔是努努力的话四防都可以上这个80的 嗯,其实防守意识619还是低了 四防都上80的话要多摊一点加点 但是毕竟作为他这个双速的速度加速啊 还有体力都有一定的符文加成 那么速度这边可以少打一点 然后在防守上多打一点 让这张麦孔的防守四防都上80 这是一张防守目前最好的麦孔 那么鉴于麦孔不错的这个传球是吧 不错的传球啊,不错的推进能力啊 不错相当不错的速度体力以及这个模型啊 把这张麦孔去打无论是打边后卫还是打边前卫 你看怎么选择对吧 这张麦孔去打边前卫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无论打边后卫还是边前卫都不错的 唯一说的就是如果要打边后卫的话 那么丁人和拦截肯定是必刷的 至少刷一个丁人 拦截有没有不好说 但是至少先刷一个丁人 这个你作为边后卫还是得刷一下的 还是得刷一下的 丁人和拦截这两个技能 好吧 然后第三个 坎德拉我认为也是大奖之一 首先坎德拉左右都能踢 左右都能踢 然后挤挤脚来着 在哪看 也是在这边看 飞关用脚精度非常高 这个非常高基本上就是左右都能踢 然后再看他的双速这边也不差 初始双速也不差 符文加成呢 加的是船球和船球弧线脚下力量 基本上就是打船中的话是挺好的 然后整体数值呢 就是也是四防弩努力都能上80的水平 我说的是进入队内的加成 不是干干的就上80 四防都能拉上80 然后双速啊体力啊 包括这个传球 双速体力都不差 传球更就更优一些了 这张卡还是相当不错的 尤其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说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抽这个包 首先我 左后卫自从那张上一张 罗布逊到期之后呢 作为一张精选卡 我就只给他续约了一两次 不是很想再续约那张卡了 然后想抽一个靠谱一点的传奇的左后位 毕竟传奇是史诗这个位置 如果抽到一个不错的球员是可以一直续约下去的 包括我现在右边在用的这个卡符 还有20个小时就到期了 可以看一下我这卡符的数据啊 盘带传球是吧 基本上都能上80 四防都上80 双速9281 身体上80 体力99 然后我自己是打了这个截球的技能 再加上他本来就有盯人和杂姐 这个打准准传中啊 经常传这些都有 这张卡符绝对是毕业级拉满的 也就是说 当然我能抽到脉孔最好 如果没抽到脉孔 这张卡符我是可以续约继续用 但是左后 左后位这个位置 盯准的坎德拉 盯准的坎德拉是很想要的 然后至于巴雷锡 其实需求度不是很高 真的讲真需求度不是很高 这个包我最想要的 肯定还是麦孔和坎德拉 然后再说一下 速速过一下精选 然后尽快进入抽卡环节 好吧 这张中后位 我没记错的话 首先1米84大个 然后四防里面 可能积极性尽量就不拉上90了 其他三防拉上90 速度能上80 身体能上90 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水准 除了额外前锋 可能会被诟病 但是我本人认为额外前锋 是一个非常稳的一个 这个风格吧 因为额外前锋 其实只有在 球队落后 并且时间比较靠后的情况下 才会在尝试在脚球站 或者说是这个快速反击站中 可能有一定的前跑 但是你只要尽快的在快速反击中 把球权打到前场 这个中后位是不会跑太差太前的 包括脚球站中中后位去争脚球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我并不觉得说 额外前锋这个风格怎么样 反而他在大多数情况下 额外前锋相当于一个非常稳的中后位风格 我觉得是非常稳的 不亚于后场组织者 然后这个包有两个后腰 一个这一张还有一个 这张两张后腰都是可以提一个压分中前卫 一张压 这张压98分 进阵容98的中前卫 这张压进阵容99的中前卫 两张都是指挥官风格 基本上看到指挥官风格的后腰 那就明显知道是 传控大法更靠谱一些 数据更好一些 那基本上压一个中前卫 应该是没跑的 然后其他的后卫里 就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每张卡吧 四墨林还是老样子 还是挺不错的 打模型 然后防守够硬 唯一的缺点是速度有点太慢 所以我加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四方上90 然后身体接触上90的情况下 尽量把更多的加点分到速度上 稍微抬速度一手 这张斯莫林还是可以用的 然后帕瓦尔作为一个传统的 加分中后卫的加点 这张POWER还相当不错的 四方都上90的情况下 速度拉到85 爆发拉到80 身体接触拉到86 是可以这么加点的 在大众拼球轻轻点了一下 这张POWER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然后石金斯尼最后最后可以上一个98分 然后一个进攻型的守门员 各方面数值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不错 这期我觉得很多球员抽到都能用啊 还有这张奥利维拉防守型左后卫 数据真的是很不错 真很喜欢 四方都够硬 然后双速都相当不错啊 身体还不错 模型呢是影84 技能这边盯人截球 空中优势飞产 基本上我觉得不是很需要配打解啊 我觉得技能这边是给到我一个 我觉得很舒适很够用的 技能的情况 然后最后说一下这张 POWER也是四方上80 双速也都可以上80的一个 身体80大级啊 这么一个中后位 这期整体的包来说 我觉得作为传奇一架的这个传奇后场包 首先三张卡给的都挺不错的 没有说哪张卡说抽到了比较烂或者怎么样混的那种三张卡都很棒 然后精选卡的搭配也是相当不错的水平 所以这个包如果是像我一样缺后防的兄弟们 我基本上推荐去抽的 不能说必抽吧 我还是推荐去抽的 好吧 然后 接下来就是抽卡环节 好吧 我们一点点来抽 希望就是坎德拉 麦克 巴雷西 5700金币 三张全包 好不好 我今天刚好就是点进大众评球的时候 发现有兄弟说 六发也就是60抽 三张全包 我也希望我是那样的 6954刚好够啊 我也希望我是有这个水平 好吧 你发 走起 第一发是个精选 看看第一发会是两番精选呢 精选倒是没必要全包 如果非得要说的话 米兰那张 那个中后位提奥 然后 哇塞 一次给了三张精选呢 完了 完了 传奇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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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话 感觉这个传奇应该是要成底了呀 一次给了三个五星 一发下去 三个五星没了 感觉传奇要成底了 这样 能不能重置一下 要不要重置一下 因为现在 看好咱们现在盘一下 相当于我 现在抽一发 下去 已经出了三个五星 接下来 14发 每一发 出五星的概率都大大降低了 很有可能接下来几发都会是一个 不是重置 重置 我应该吃不了保底啊 所以我还是想重置 重置 好吧 重置 至少现在我抽 每一发这个 五星的概率是一样的 还是精选 我应该说这次不会再重置了 我应该说这次不会再重置了 那好好好离谱啊 刚刚 是秦斯尼又抽到 呃 迈孔和卡尔拉 自负的买长 其实我这边 手里留的这个 金币不多了 手里金币不多了 又是 精选 又是精选 感觉要玩呀 兄弟们 只剩两发了 这不是刚刚出过的吗 这还不如不重置呢 这这个这个 最后最后再把那个 刚刚出的三张精选里面的另外一张精选出了才搞笑 不会吧 不会吧 说谁来写 好歹给一个别人吧 呃 斯莫林 精选 精选直接重复了两张 我真是无论 最后一番有没有救 迈孔和卡尔拉会来谁吧 迈孔和卡尔拉会来谁吧 好不好 衣服报 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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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跟一个卡尔拉行不行 我就问你行不行 后面跟一个 期待一首 并没有 后面跟那个精选 那就到这 那就到这 我确实确实很想要这张卡尔拉 但是来了迈孔 并且我精选基本上也干的差不多了 50发下去 精选一半没了 然后迈孔抽到了 剩下一百发 就为了一张卡尔拉 有点过 有点过 我觉得现在点到为止刚刚好 好吧 接下来就是加下点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球员的加点 好吧 好 这边我已经练完了 然后给他加了点 给大家看一下我加点的情况吧 我这边最后给迈孔的加点是041 10 12 29 为什么这么加点呢 本来其实那个盘带上我加点还是没有削的 还是按那个自动加点4点算的 但是进了这个阵容之后 我觉得盘带其实毕竟控球这边已经挺高了 然后争取让盘球在高三点上80的话 我觉得对一个边后卫来说 我边后卫不怎么过人 其实他就是一个简单的持球推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 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紧密控球这个问题 毕竟他绝对速度 他的跑起来速度 不仅是跟绝对速度有关 还跟紧密控球有关 我绝对速度是已经拉满了99点 但是毕竟紧密控球摆在这 所以在想要不要再高一点 但是想了想 传球不想砍是吧 双传 毕竟麦孔的技能在家放着精准横传 低空传球 对吧 传球是有的 然后传球这边我不想砍这两点的话 传球上不想砍的传球上不想砍的话 那么四防直接拉满啊 防守意识上80 产球这些积极性啊 防守参与都不错啊 双速啊速度这边拉满 然后加速一定要打高一点 因为如果加速太低的话 其实起步反应会比较慢 然后你再尝试去回追 其实有点吃力 像卡福的这个加速就只有81点 然后确实也是能感觉到这个起步 那一瞬间是略略的有那么一点慢 然后再靠他的这个大的92的速度 91的速度去回追 确实有点吃力 92的速度 但是呢 就是并不是说那么吃力吧 还是有点吃力 所以这边迈孔的加速 是稍微再拉上来一点 而且他这个1米84模型 大长腿是吧 回追也不会特别吃力 身体接触呢上90够了 平衡也能上90 然后体力93可能不是太够用 但是已经相当不错了 虽然没有抽到肯德拉 也没有抽到巴雷西 但是抽到了迈孔 基本上相当于扔进去了这个六发 理论上相当于扔进去了六发 实际上是重置了一次 扔进去五发 其实还不如不重置 六发的话 也许能追到迈孔的同时 还能再追一个呢 是吧 这个不好说 但是当时 第一发出了三个五星的精选 我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重置 真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重置 已经重置了就不多说了 好吧 然后本期的视频应该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麻烦点个赞 以及三连支持一下 也希望所有抽球的兄弟们 都能抽到自己喜欢的球员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日本周四再见 拜拜